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效提高医疗机构安宁的保障跟次序的维护 跟医事人及病患免于被威胁恐吓的恐惧 那么我们特别提案 增定第189条之三 以强暴胁迫恐吓或其他非法的方法 制造医疗机构 持续或妨碍医疗业务之执行自身危险于医事人员生命身体或健康者 自人于施者或是重伤者的相关刑责责任 那么希望我们各位委员同仁 还有我们政府的主管能够支持 那另外一个提案是针究我们的刑法第315条条文的修正草案 主要就是因为我们看到现在 因为电子通讯这些相关的电讯技术的进步 现在很多都是录音档录音档 或者是电池的记录来传递相关的信息 那已经取代了传统的信函文书 或者是图书的这种使用方式 那我们现在的这个刑法的第220条 已经将像录音录影电池记录 这些列为准伪造文书 印文罪 但是同法第28章妨碍秘密罪 却没有同步的针定 使得立法不及我们时代社会脉动 而前后不连贯 所以我们也特别提出来 中华民国刑法第315条条文的修正案 将无故开拆 或隐匿他人的录音录影或电池记录 或以开拆以外的方法归视其内容者 视为违反本条文所规定的妨碍书信秘密罪 那是否有当 也希望大家能够支持